带着老婆探险死亡洞穴巴卡拉斯洞 这是查尔斯送给老婆七年之养的礼物 他说只有你兵民死亡 才能深切地感受到爱的浓烈 老婆肉丝开心地记录着 这段非比寻常的死亡之旅 查尔斯躺在洞穴的泥潭里嬉戏 试图邀请老婆肉丝 和他一起再次滚泥浆 不得不说这男人真够疯的 最终老婆肉丝并未配合他 而是继续前行 真是不吐不快 以说肉丝的体型如此风盈 要是不慎卡在洞穴的半道上 那可是致命的 细心的你肯定发现了 此刻的肉丝 在前面打头正开拓心路线 而查尔斯则跟在肉丝身后 你说这男人该怎么拼 真的很难拼 洞穴内的泥浆极为深厚 足足有半米深 一路前行必须要两人一寸寸开 才可行进 随着深度增加 洞穴内的地下水越来越多 然而这可不是一件好事 然而谁也不知道 前方的路哪一条是深路 哪一条是死路 前方的肉丝谨慎的判断 然而脚下的地下水水位 逐渐开始上涨 这将是一颗定时炸弹 然而前方的碎洞则更狭窄 面对如此的窘境 两人并未后退 而是选择了继续前进 毕竟来都来了 还是要尽力爬出去 其实很多洞穴探险的死者 都死在了自己的好胜心上 出洞后的查尔斯 大腿被岩石划破鲜血直流 然而更糟糕的还在后面 你就说这对夫妻胆子大不大 人家七年支养离婚的离婚 你们这是干嘛 集体赴死吗 还没找到出口 他们还得继续前行 洞穴四周的岩壁坑坑洼洼 还布满了屎黄色的物质 真的让人感到窒息 一路奋力前行 前方迎接他们的竟是死路一条 六周的岩壁坑洼派